好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主题 节制 什么是节制呢 就是自我控制 约束自己 那节制有两方面 就是有一件事情啊 我实在不愿意做 但是它是应该做的 这样呢 我仍然选择去做 这是一种节制 另外一种呢就是 有一件事情啊 是不应该做的 但是我呢却很想去做 结果我克制自己 不去做 这个也是节制 所以节制呢就有正反两方面 哲学家苏格拉底说 说节制是人生最大的美德 古代古往今来 很多君王和英雄啊 之所以会失败呢 是因为不能节制 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有些人呢 能够同龄军队 但是却管不住自己 有些人口才啊 滔滔不绝 非常好 但是他被人激动 误会的时候呢 不能够保持静默 这就是不能够节制自己 难怪苏格拉底说 节制是人生最大的美德 因为很多的英雄君王啊 都不能够节制 所以节制呢 比君王的冠冕和紫袍 更加的尊贵 我们得胜或者失败啊 常常不是在外面 而是在我们内心的深处 所以很多的得胜 是发生在内心的 很多的失败呢 也是发生在内心的 当我们谈到节制的时候呢 通常我们会联想到吃喝 所以呢 我们吃喝要有节制 饮食要有节制 另外呢 在花钱购物上要有节制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倡导消费 激发欲望的时代 各种节日假期呢 都会被商家所利用 很多人由于过度消费 而入不敷出 就成为月光族 圣经啊 早已经警告我们说 在以色亚书55章第二节 你们为何花钱 买那不足为食物的 用老路得来的 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 当我们试图通过消费 购物 满足我们需求的时候 实际上呢 是不断的刺激我们的欲望 让我们的欲望不断的提升 结果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饱足 另外我们在生活作息上也要节制 我们不能够贪恋睡眠 当然也要睡足 但是不能贪恋 另外呢 我们也不要贪恋工作 要工作 要殷勤工作 但是不能够贪恋工作 变成工作狂 工作狂也是不解智 圣经说 懒惰的人呢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何时睡醒呢 这是不要贪恋睡眠 诗篇四十六篇十节说 你们要休息 要知道我是神 也告诫我们 不要变成工作狂 挪亚的日子怎样 耶稣再来的日子 那个时代也要怎样 那挪亚的日子怎样呢 是吃喝嫁娶 买卖耕种 在这一切的事上呢 当时人呢 就变成暴赢暴食 然后呢 变成工作狂 现在很多人都是 一直在忙碌 很多人是工作狂 这个也是不解智 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 一个世代的一个征兆 所以挪亚世代的人呢 活在没有节制的状态中 不管他们是饮食 还是耕种方面 工作方面都没有解制 另外呢 我们还有在哪方面要解制呢 情绪上的解制 这个比饮食 生活上的解制呢 更不容易控制 所罗门王写着说 不轻易发怒的圣国勇士 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 美国现代版的圣经啊 把第二句翻译成 管制自己的心 比控制军队更加重要 其实我们很多人 不是不明白 节制的道理 只是在操练上的比较难 我们常常是 常立志 但无法立常志 正如保罗感叹说 立志伪善 有得我 只是行出来 有不得我 所以我们活在一个 缺乏耐心 又不知节制的世界 这个世界呢 无节制的生活 正在摧毁这个时代的人 所以身为领导者 要立下好的榜样 享福自我 为生 呼召 诸事要有节制 我们不管是什么时候 我们要记得圣经的教导 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 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克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说 反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反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它的瑕质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让我操练解制 不管做任何事 都不受它的瑕质 让我能够善用 你给我的自由 让我不用 不要滥用 在基督里的自由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请在这个频道里面